每年九月是国际失智正月 皮诺县失智共同照护中心相关活动提早开跑 特别在布立皮诺医院一楼大厅 提供免费认知检测服务及长照咨询服务 许多自认记忆力变差的民众都前来咨询 希望对失智有进一步的认识 就是看看说是不是真的失忆 还是轻微的只是那个魔头型 就是来咨询 我这事情看看 我女儿一直就说你一定要去 要不然什么东西放在那里 你都不知道 全家整个东西都翻遍了 才知道说放在这里 他们会提到的就是说 可能发现自己最近记忆力比较不好 可能常常忘记了 家人交代的事情马上就忘记了这样子 然后可能一下子也想不起来 或者是说家里有长辈 那就是会有比如说一直找他的一些重要文件 比方说存折的部分 建议他可以看我们的神经内科或身心科的医生去帮他们做一个诊断治疗 随着台湾迈入高龄社会 罹患失智症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医学上有AD8及早期失智症筛检量表 用来筛检出早期失智者 评论医院神经科医师林勋章表示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自然就会健忘 因此忽略失智症的早期征兆 其实失智症是一种疾病 若及早发现让专业的医疗照顾资源介入 可以延缓失智症的症状 那我们有一些筛检的量表 其实在家里我们的家属也可以对老人家 或对自己去检视说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是失智症 一般来讲这些问题讲有出现两个方面的障碍 那可以建议这样的老人家来到我们的神经科 或精神科门诊做确诊 那目标当然就是说早一点做确诊 早一点接受治疗 那这个对老人家的一个退化状况会比较有改善 屏东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 当民众遇到失智的问题 如不了解什么是失智 不知如何照顾失智者 还是长辈失智却不愿意就医确诊时 中心可以协调个案及照顾者需要的照顾服务使用 转介及追踪服务 对疑似个案协助于半年内完成就医诊 诊断与医疗照顾 陪伴照顾者与失智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咨询 以及对于失智个案急性症状的咨询 与安排转介照顾服务 详细资讯可上皮诺县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张如云 杨正义采访报道